美国上市企业发表业绩一般比香港的上市企业组 目前已经是高峰期 因此,个别企业的股价就受到业绩影响 Facebook主席在公布业绩时高数分析员 今年下半年的业务会转差 结果股价一天之内下跌19% 创下美国历史上单日市值下跌最大的纪录 当天,Facebook市值蒸发1200亿美元 Facebook出问题 许多人都热心同类的腾讯0700会不会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更有人赞文说网股已经穷途没路 Facebook所面对的问题起源于数个月前涉漏5000万客户的个人资料 之后,欧盟收紧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Facebook的主要广告收入是通过大数据的分子 协助广告客户尋找最适合的广告对象 大数据自然涉及个人资料 数据,私隐 因此,面对欧盟对数据的保护要求提高 压力的确不少 腾讯的业务比较多样化 广告收入只是收入之一 而且,收紧保护个人数据的地方是欧盟 而腾讯的主要业务依然在中国 实际上,在Facebook股价大跌的同时 美国也有许多网股股价创新高 亚马逊更是在特朗普一马再马的情况之下愈战愈勇 不断地扩大业务 而中国的网股 基本上也是走同一条路 即不断地扩大业务 业务多元化不但可取得协同效用 更进入垄断 半垄断的情况 Facebook很希望打入中国市场 日前还在杭州设立一个据点 但是,很快地就被中国政府否决了 中国政府清楚地说 不会允许任何网站不经审查而独立运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保护中国的网站企业对抗来自美国的巨毛吧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就是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壮大的 而且业务比美国互联网企业更多样化 是的,腾讯股价相对于年初的高位 已经下跌了不少 不过如果我们以目前的股价与去年低位比较 去年低位买腾讯的人 依然有不错的回报 回报也远高于恒生指数 股票投资要赚大钱 就一定得长线投资 买入好的股 长期持有而不动摇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肯定是中国互联网的股王 千万不要看到股价回落就卖掉 腾讯今年第一季的业绩相当不错 只要持有到明年 待腾讯公布了218年的全年业绩后 每股利润再上一层楼 PE值也可以大幅降低 现价买的腾讯就变成很便宜的低PE股 Facebook主席朱克伯格之所以预言Facebook未来的业务下降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Facebook业务单一 不够多元化 因此一遇上欧盟收紧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时 无法靠其他业务发展 而今天的腾讯 利用互联网入侵各行各业 而且正在准备将旗下的子公司一一上市套现 不但套现更制造了额外的利润 而套现的现金则再用来扩展更新的业务